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对老杨私房查有兴趣的朋友 少少鳄鱼马 或者了解一下我们的网址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和支持 读报了时间 英国BBC 拜登称普京不能够继续执政 遭到了俄罗斯的驳斥 那这个说法呢 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能够继续执政 这是呢星期六的时候他表述了 那普京对乌克兰发动战争 是莫斯科的战略失败 他是在波兰华沙表示 看在上帝的份上 这个人不能够继续掌权 那这里面呢 路透社的引用了美国白宫 有关人士的澄清报道说 拜登称普京不能够继续执政 并不是在呼吁俄罗斯政权的更爹 他说总统的意思是 不能够允许普京对他的邻国和该地区 行使权利 他不是在讨论俄罗斯的权利 或者政权更迭 这个官员马上做出这样的反应 但是呢拜登的言论引发了 美国资深外交官李查德哈斯的强烈的批评 哈斯是现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 他在推特上写文写帖子说 这些言论让困难的局面变得更加困难 让危险的局势变得更加危险 俄罗斯的回应 克里姆林宫同一天驳斥了拜登的言论 说俄罗斯人选举自己的总统 当问及拜登的评论师 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什科夫说 这不是拜登能决定的 俄罗斯的总统是俄罗斯人选出来的 那自从俄罗斯总统上个月下令入侵乌克兰以来 拜登加强了对普京的个人攻击 克里姆林宫则对这位美国领导人的心理状态提出了质疑 上一周 俄罗斯指着拜登对普京进行人生的污辱 而此前拜登曾把普京成为战争罪患的和凶残的独裁者 似乎表示拜登的言论是出疑愤怒疲劳和健忘 俄罗斯联邦航天局负责人罗克金的风词表示 对拜登最新言论的澄清来自白宫的医疗部门 英国BBC驻北美记者安东尼泽克尔分析 这个消息是说了 显然白宫是在试图扭转局面 因为人们担心这会给普京施加更大的压力 让他更加的不安 为什么呢 因为普京是一个军事上苦苦挣扎了国家的领导人 而且还控制的一个核武库 美国方面担心的是 他们不想把普京逼到墙角 直接呼吁政权更迭可能导致不稳定 而增加不确定性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最不想要的就是不可预测性 但是呢 拜登在火上加油 波兰当然很高兴 波兰说 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总统来到了华沙 非常坦率地谈到俄罗斯的侵略行为 拜登对俄罗斯人说 总有个时机改变一个独裁者 这是一个非常感人和深刻的经历 这位发言人说 不能让普京回到我们的全球社会 我们不能够听他的 他不是我们这个信任的伙伴 波兰跟乌克兰接浪 在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目前接受了200多万的难民 半岛电视台 分析拜登为什么执意 对普京进行人身攻击 拜登跟普京之间有长期的关系 有几十年的历史 在拜登担任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 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期间 他们两个人经常会面 普京也就是说 拜登在08年到16年期间 担任奥巴马副总统期间 也不止一次跟普京会见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 2011年普京担任总统 拜登担任副总统时候 拜登在克里姆林宫 普京办公室的一个私人会议上 告诉普京 我认为你没有灵魂 2014年两人再次发生冲突 当时奥巴马副成副总统 拜登在乌克兰民主革命后 支持乌克兰 并将俄罗斯施压 使他减轻对乌克兰东部的军事干预 进入了白宫几周后 拜登积极回应了一个记者 提出普京是不是凶手的问题 拜登说 是的 我想他是个凶手 两位作为总统 在日内瓦举行的首次 面对的会晤 没有能够弥合之前的裂痕 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 拜登把普京描述为 独裁暴军和暴徒 好了 接着就是针对这一次 最新的活法 就是你不能再干总统了 克里姆林工的发言人 佩斯科夫说 任何国家援手都应该保持谨慎 毫无疑问这种人身攻击 缩小了我们跟美国现任政府之间 双边关系的范围 许多美国专家和评论员 对拜登的发言表示反对 认为这些言论阻碍了 迅速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可能性 印证了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 一大部分的信念 即华盛顿试图改变莫斯科的政权 专门研究俄罗斯事务的 美国圣母大学学者佩恩丹森说 俄罗斯认为美国有意改变 对莫斯科的政权 拜登的不幸声明将强化这个印象 我们将具体处于这个困境 美国前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专家 马丁英德克说 总统需要控制自己的延迟 他是美国总统 所以他说话很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小心 普京会使用化学武器 为了乌克兰 拜登需要普京结束战争 如果把拜登把普京描绘为战争犯 并呼吁推导他 你说这个战争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 前外交官卡内级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专家 亚伦戴维同意对拜登的批评 他的推特上说 在拜登说普京不能够继续掌权之后 白宫如何澄清 如何更正 也无据一事 拜登话证明了普京长期坚持的观点 即华盛顿的政权是莫斯科发生政权的更跌 所以这场战役 不仅是为了乌克兰 也是为了普京自己的生存 政府内外的鹰派和会非常 和政府内外的鹰派 会非常喜欢这样的发展 一些专家和评论员拜登和声明进行了辩护 奥巴马时期美国驻俄罗斯大使 现任史丹夫大学专家迈克福尔 他在推特上说 关于普京 拜登表达了全世界数十亿人 俄罗斯国内数百万人的看法 拜登没有说美国应该让普京下台 这是有区别的 奥巴马的高级顾问 大卫阿克塞洛德也同意拜登的观点 他说 无论拜登演讲中的普京必须下台 这句话多么真实 普京这个星球上最后一个可以让人抱怨 干涉他国内政的人 美国前驻北约大使 芝加哥国际关系委员会 现任主席埃沃德达尔德辩称 拜登说 普京不能够继续掌权 可延伸出很多的说法 拜登更广泛的视野说 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民主西方 来对抗像俄罗斯这种残暴的独裁政权 我们需要长期战争 最终这种压力 会导致俄罗斯发生变化 但是华盛顿感到震惊 以至于这个演讲结束不到两个小时 白宫不得不进行干预 以便尽可能挽回挽救局面 一个白宫官员表示 拜登总统没有呼吁在俄罗斯 进行政权的更迭 这个人应该是布林肯 白宫的澄清 跟美国高级官员的重申一致 既让拜登下台不是美国的目的 这呢布林肯也就说过 对我们来说 这个莫斯科的政权 丁云别无关 应该由俄罗斯人来决定 他们想要谁的领导 法广 德国的媒体质疑 拜登的华沙讲话 法兰克夫汇报说 承兰像普京这样的战法和屠夫 不应该继续统治俄罗斯 但是由美国总统这样说出来 他就给了莫斯科一份很棒的礼物 拜登本来没有计划 要这么讲话 但是他的演讲后 就添了这一句 说看在上帝的份上 这个人不能够继续执政 如果他只是个政治分析家评论员 他说的很对 但是拜登是北约最高的指挥官 人们对他说的每一个字 都会仔细的电量 尽管白宫在总统发表讲话 几分钟后就纠正了他的说法 并确保美国不寻求推翻 莫斯科政权 但则显露出拜登所做的 又一件令人难堪的事而已 拜登曾称自己失误 现在他频率计划正在破坏 整个统一战线 华兰克胡评论报说 拜登称普京是屠夫 马克龙令人惊讶的 立刻跟拜登拉开了距离 那我不赞成这说法 因为我每天都在跟普京进行联络 世界报说 拜登有关普京权力的一句话 令人迷惑不解 德国电视一台报道了这个说法 这个电视台说 拜登的华沙严厉的延迟 对普京发起了进攻 虽然布林肯马上就火 但是俄国的政治家 对普京对拜登的演讲 愤怒至极 他说俄国由谁掌权 轮不到拜登来决定 难得一字报 对拜登的讲话也表示质疑 他说 自乌克兰战争以来 拜登已经多次咒骂普京 称他是屠夫 现在的屠夫上 还要的屠夫暴君 来增加这么多的称号 本来他在华沙的演讲是他的欧洲之行的高峰 他在演讲中公开挑衅了普京的权力 这究竟是对残酷战争的强烈表达 还是个后果严重的错误呢 现在议论纷纷 他的意思呢 对认为普京这样受到攻击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事 因为现在普京的体系并没有出现真正的裂痕 普京身后的团队依然相当团结 尽管普京现在第一次面临出乎意外的后果 那拜登在华沙不仅他的普京 而且谈到了一个普京不一个执政这个说法 其实在这个说法之前 他的言辞是强有力的 他回顾了波兰的伟大 引述了波兰备受尊重的教皇 约翰保罗二世的一句话 你们不要害怕 他谈到了波林墙的倒塌 苏联的解体 掌声一次的响起 灯重中也有乌克兰人 但这句话内容是败笔 好了 纽约时报这篇文章有点重要 原来是应该是CNN驻莫斯科分社的一个社长 后来也在美国白宫里面担任 美国国务院担任过要职 这位仁兄应该是女士 他说对普京来说 权力远远比金钱重要 这位赵索说96年 他担任CNN莫斯科分社社长的时候 曾经向那时候的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 阿纳托利 邱拜斯问了一个问题 似乎是处于斗争核心的问题 对俄罗斯人来讲 权力和金钱哪个正重要 他说邱拜斯回答 如果你需要问这个 就说明你不了解俄罗斯 答案是什么呢 答案是帕瓦权力 他就回到了今天 普京正面临的执政22年来最大的考验 他受到了两方面的挤压 一方面是乌克兰的入侵了激烈的抵抗 另一方面是对寡头 也就石油出口 以及技术转让日益严厉的制裁 上述问题的答案还是权力 跟俄罗斯历史上任何时候是一样的 很多西方人以为普京可能会被推翻 但是他们不了解俄罗斯 也不了解俄罗斯人对权力的态度 研究俄罗斯的学者早就指出 私有财产权和公众的法律权威的缺失 导致国家行为者掌握得完完全全 决定俄罗斯人生活的权力 俄罗斯从15世纪以来 一直在通过军事侵略来施加控制力 在一个权力几乎就是一切的国家 制裁和失去财务本身 不会改变这个根本的互动 普京早些时候的讲话证明这一点 显示了他和许多俄罗斯人 所认为这场战争的目标很清晰 就是捍卫俄罗斯的领土主权 抵御西方的统治 对普京来说西方忽视俄罗斯太久了 他们火热俄罗斯的超级大国的地位 很多人认为制裁寡头 能迫使他们向普京施压 迫使他改变路线 但是这是一种误判 寡头们也许拥有将他们的权力联系起来 有让普京继续利用的财富 但在俄罗斯 这不意味着寡头们 对普京或者克里姆林宫的人 拥有任何的影响力 由于缺化财产权的实际定义 以及保护财产的法律和制度框架 这些寡头们能离不开克里姆林宫 普京这两千年以来一直掌握着克里姆林宫的权力 所以任何法庭做出对寡头有利和不利的判决 很容易按照克里姆林宫的喜好而被推翻 寡头的财富来源并不是普京能控制的唯一的东西 他已把挑战他权力的危险受得一清二楚 比如说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 他曾是俄罗斯最富有的人 他是团派 在俄罗斯的团派里面 一路高升 获得了西伯利亚起初前国有油田的所有权 成立了优克斯公司 他在03年的一次电视直播的乌克莫斯科会议上 敢于批评政府的腐败 普京做出的反应是 即刻剥夺了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财产 判处他十年的监禁 他后来被允许离开俄罗斯 过上了流亡的生活 霍多尔科夫斯基这种经历 或许可解释 为什么现在很少有苏联的寡头站出来说话 只有那些待在伦敦等舒适地方的人 敢于对战争发表意见 比如说阿尔华银行的创始人 米哈伊尔弗里德曼 在伦敦发表声明说 战争永远不是答案 但是他没有批评普京 但是尽管这些人发表了这种声明 普京的最近讲话 仍然把这些寡头视之为批判的对象 唯一能够影响或者真正影响普京的人 是他观点相同的意识形态行者 即所谓的强力派 这是由一群安全部队和军队出身的有权人 这些内部人是从普京在科克波工作 在圣彼得保工作时候 就一直追随他 他们认为自己才是俄罗斯控制力和威望的保护者 他们这些人把自己的资金的大部分 留在俄罗斯境内 让制裁的鞭长莫及 制裁队人不管用 他们跟普京一样 把苏联的解体 是为二十世纪最大的灾难 并相信这场战争 是为俄罗斯的主权和我们主身后代的未来 所以这个作者说 影响俄罗斯和他们这些人 西方必须优先考虑 他们认为富于俄罗斯超级大国地位的东西 两样 一个是石油 另外一个是军队 欧洲国家正想对普京的想法有影响的话 他们应该在扣押寡头们的游艇上少花点时间 而要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之上 同时西方也必须推动印度跟中国加入到这些制裁中来 以此同时削弱俄罗斯军队的最佳方法是限制它获取之一数 正如乌克兰战场情况所显示的那样 俄罗斯的军队缺少其他近代化军队用于收集实时现场情报的重要硬件和软体 以及有效使用这些情报所需要的通信系统 坦克车队长达数天的情职不仅表明 俄罗斯缺少一个为军队运送食物和天然气的复杂供应链系统 所以采取军事行动是俄罗斯公开使用权力和控制力的做法 确断军事行动所需要工具的制裁 可以对普京身边的雇用产生影响 他说美国欧洲好像为这次开始了实施的制裁 但是他们必须鼓励印度跟中国也这么做 但不可能很不容易 做到这一点要取决于美国能否在主权国家的原则 以及主权国家所依赖的世界秩序 正面临生死存亡威胁的观念上提出足够的论据 这个问题呢 他说家住伦敦的寡头弗里德曼 已经在俄罗斯陆期乌克兰受到英国制裁 他在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 他说如果欧盟认为他可以告诉普京停止战争 而将会有效的话 这恐怕我们都遇上了大麻烦 意思是说西方的领导人一点都不了解 俄罗斯是如何运转 他们对财富自知不理 他们对权力执意的追求 这个人兄他曾经担任了美国的南亚跟中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卿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特别代表了高级顾问 他目前是洛克菲尔勒基金会的高级副理士 好了 华尔街日报 英国说俄罗斯雇佣军公司被委托暗杀乌克兰总统 这是英国的消息 英国的宣布制裁这家公司的时候表示 一群雇佣军据说已被委派暗杀哲林斯基 但是英国政府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和细节 当然2014年 这家公司在乌克兰东部进行秘密干预的时候已经出现 这家公司的大部分的资金来自于前餐馆大亨有关联的公司 这家公司是为俄罗斯武装部队提供餐饮和建筑服务的公司 但是这家公司没有回复这方面的指责 好了 德国之声谈到了在今天世界上的大翻译运动 认为它是一种低成本的反抗 这可能是新加坡那个端传媒的说法 有评论说大翻译运动暴露出的极端言论 并不能代表全体中文使用者 但在中国政府的言论审查下 这些极端的言论本质上代表了中国宣传部门 在俄乌战争中的对内立场和宣传方向 期待人们相信的舆论环境 这个意思就是说大翻译运动 比起那些拥有公共财政支持 组织严密目标明确 利用社交媒体 电视台 电台 以及报纸等全方位媒介的宣传机器 大翻译运动的规模影响力 恐怕没有办法跟他们相比拟 以其说这是一种敌对的行为 不能说是来自一种持不同政见者低成本反抗的行动 他们并不能阻止中国政府讲好中国故事的宣传方针 但是通过这样灵散的努力 对这个耗资巨大的宣传计划制造麻烦 他的意思 其实呢就是说中国这些极端的言论 其实代表是中国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立场 还有一段话是台湾疯传媒 写一篇文章 鸡同鸭讲的是什么 就是白话拜习通化了战争博弈 战略博弈 他认为拜登正在慢死中国 不是涉事 他说对中国而言 经济永远服务于政治 民生永远低于国家安全 也就是说不管在经济上如何相互依存 即使在经济制裁的威逼之下 中国还是会毫不犹豫地追求自己的战略利益 尽管所谓的战略利益更多是来自对国际形势的误判 他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已经改变 不再采取硬碰硬的军事对抗 不再采取外交劝说浪费口水 反而是采取毛泽东的引蛇出动的策略 或者叫做阳光策略 让阳光穿透中国暗黑的心防 采取一个策略的既绝望于习近平 让中国自暴言行 树言献丑 美国正是利用这一个通话 拜习通话 塑造了中国世界公敌和假人道主义的形象 暴露他无力承担国际重任的本质 然后在一种温水煮青蛙 渐进雷猴缺氧窒息的策略来漫视中国 这是第一次看到海外媒体有这样的评论的观点 好了 亚洲自由亚洲之声 还是拒绝谈到山东省教育厅 向教师灌输挺而思想 也就是思想政治课的大背课 北约把俄罗斯逼到了绝路 这是目前有关方面的一个 话语的集中的高度概括的统一立场 这个呢是谈到山东省教育厅 一个红头文件 红头文件要求学校要在教导俄乌局势时 准确把握原则立场 有上传的照片显示 中国官方为教师举办所谓的集体贝克的活动 灌输乌克兰政治腐败 纳粹分子杀害了乌东俄罗斯人的1.4万人 美国是俄乌悲剧的始作俑者等挺俄的内容 这个文件散发得很广 集体贝克还灌输了很多很多属于中共正统的一些 合理化俄罗斯的入侵情境的文章 这个说法很多很多 但是呢不仅是山东 山东黑龙江浙江陕西的教育部门 都举行了这样的集体贝克的活动 特别要求思想政治科的教师把握好俄乌局势的原则立场 确实做好学生的思想引导工作 但香港明报今天的报道 事件的网络引发关注之后 多间学校已近日将有关的新闻稿的内容删除掉 不知道为什么要删除 世界新闻网谈到中国美国审职监管的谈判 就是中方的媒体说有望打破长期的僵局 美方在这方面呢还没有正面的反应 路透社 美国动作中国俄罗斯将朝鲜发出强烈信息 以避免更多的挑衅的行为 这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波特上个星期五说的 要俄罗斯和中国也扮演这个角色 但路透社说金正恩表示 朝鲜将继续发展强大的打击力不换也不卖 他牛了 他这个金正恩说 只有拥有强大的打击能力 拥有任何人的无法阻止的压倒向军事力量 才能够制止战争 保证国家的安全 遏制控制帝国主义的一切威胁和讹诈 法广 北京可能正在给自己下套 这是对习近平的一个评价 他说习近平以真和美国之名 雕塑俄罗斯炮子的不实支持 正在疏远西方的舆论 结果很可能是给自己下套 这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 这个路克的观点 2005年 美国护国又将佐利克自己问 中国会变成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吗 路克的写过法国世界报的中文章说 如果听中国领导人之俄罗斯清乌战争开始以来发表的言论 佐利克这个建议无疑乐观的过头了 对于向往有朝日成为第一强务的北京 如果以负责任的大国来衡量这样的行为 是不是太荒唐了呢 王毅曾经称中俄关系尖如磐石 用习近平的话说不是联盟 甚是联盟 的确 这种宣传为时已久 现在让北京的揭露俄罗斯的签议为时太晚 普京的中国迷 难以接受这样的逆转 他说两个独裁者的盘算是一致的 他们都希望如何把独裁统治永续 但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通过攻击乌克兰 普京正在足以足 重新征服一个没有无迹可循的杀亡德国 俄国 俄罗斯多年来更多是作为一个破坏性大国出现 但是习近平的中国 则以追逐世界霸主为目标 他们是不同类型的修正主义大国 中国虽然并不羞于操纵公众的舆论 但是他正在压制更长期的发展 他正在建立能够以现有的国际组织 新丝绸之路 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 上海合作组织等的竞争的结构 同时正在千方百计 违补他现有的国际体系 联合国世界银行中的利益 但是美国之音有个访问 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黎安勇说 习近平比普京聪明 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学者黎安勇认为 跟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情绪化 和计划判断力相比 习近平比较聪明 在台湾议题上也是如此 他说习近平很聪明 普京不聪明 这个看法属于美国和西方 议论的少数派 他说普京太情绪化 做决策时的情绪因素太重 因为过分的孤立 可以说普京多少有些迷信 有些不太现实 习近平有些不一样 因习近平面对的问题更多 中国内外的局面很复杂 跟普京相较 习近平比较聪明 像是在南海 他扩张中国的势力 但没有引起西方和他国的强烈反应 没有引起战争 而是回避冲突 慢慢地扩张中国的势力 但他不去碰他国的红线 但是他指出 习近平利用俄罗斯制衡美国的计划 碰到了难题 这就是他不能够控制普京 但是他也不想放弃普京 因为放弃普京有利于美国 但不想完全站在普京这一边 因为普京弄出了大的差错 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至于习近平怎么解决的难题 还等着瞧 他认为 估计习近平找个中间的道路 不完全站在普京一边 也不帮美国和欧洲控制普京 所以今天读报的那种比较长一点 但还要归纳几句话 第一 拜登对普京以及俄罗斯政权的最新立场 不仅遭到了俄罗斯的反驳 同时在美国西方主流舆论 也有诸多明显不同的意见和立场 那么 这个说法 波林肯也说 我们的俄罗斯和其他任何地方 都没有政权更迭的战略 但是今天推荐纽约时报那篇文章 他对俄罗斯政局特色的分析 尤其是俄罗斯人 俄罗斯领导人对权力的把握和追求 有助于我们对俄罗斯问题的深度的看法 第二 西方对习近平和普京的看法杂成 尽管习近平认为自己跟普京的性格很像 但各自代表的政治利益不同 所以黎安有的看法值得参考 这里要说一句 任何不切实际的污名化 都会影响我们对一个政治现象和政治人物的评价 其实对习近平的政治能力的判断也是这样 第三 拜登对普京的核威胁也有反制的立场 他甚至说 不排除主动发起核攻击的言论 不仅有言论 法国英国核心 点个美国航母战斗群 在波罗的海北海以及黑海的布阵 就是这个事态最新的发展 很多科幻小说 军事小说和好莱坞的电影 那些场景 反复已经活灵活现出现了我们公众世界面前 这个世界 开始不断的乱了起来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老杨到处下来